原标题 EXO归国四子无意犯罪坦 黑粉一直比真粉多 天天都有人唱反叫EXO归国四子是国内目前的核心流量之一 每一个人都曾在网络上因为某件事闹得沸沸扬扬 事实上吴亦凡、陆寒、黄子涛、张艺兴这四个人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混得那么如意 起码现在吴亦凡就出现了问题 吴亦凡能有什么问题 大部分人会回答实力不行演技也不怎么样 唱的都是些什么演的都是些什么 不好听也不喜欢看迟早得糊 虽然这个回答很尖锐 但确实有一定的可信度 因为吴亦凡已经不是一次两次 因为实力的问题遭到群潮了 从最开始的唱歌跳舞到现在的说唱演戏在他的身上 除了颜值外 基本就没有被广大群众一致认可的常处和技能 这造成了吴亦凡的黑粉永远都是那么多 从风评上看黑粉比喜欢他的真爱粉 还要多人们甚至把对他的嘲讽 当成了一种乐趣 现在这些黑粉只要一听到吴亦凡唱歌就戏称 电蛮一听到他rap就笑称又大又圆 是巅峰之作 一看到吴亦凡拍戏就吐槽人家面瘫 为什么当初回国时网上一片叫好随便上大街 抓一个人都是吴亦凡的粉丝 而现在的他怎么就在网友心中就变成了这样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因为吴亦凡的资源太好了 好到令所有人眼红 可以说他从回国开始就赢在了陆寒 黄子涛张艺兴等人的起跑线上 就拿最简单的来说吴亦凡的影视资源 就在《归国四字》中排第一冯小钢郭敬明 好莱坞周星驰 先后向他递上了剧本 基本还都是男一号这得多大的咖 才能做到这一步啊 随便拿一个角色 不知道多少人钻破脑袋 但吴亦凡全拿到了 但吴亦凡始终是一个玩唱歌跳舞的 演技的问题就摆在了那里 然后大家失望了 然后本转路甚至成为黑粉 所以吴亦凡的问题就在于 起点太高了 摔得太惨了 影视资源好 但就是演不好 都说他嘻哈搞得不错 但rap实力跟不上 其实这样的问题不仅仅只是出现在了 吴亦凡一个人的身上 国内许多小鲜兽 都有这个情况 但为什么大家 都鲜鲜厚厚的 洗白上岸了就他一个人 还在遭到群潮呢 这只能说 谁让他的资源是最好的呢 国内就他一个人 登上了美国B榜和I榜 国内就他一个小鲜兽 搭上了好莱坞 他还是第一个走向超级晚的华人歌手 在国内还得到周星石和冯小刚的垂青 人们无论是喜欢还是厌恶 想不记住 这个最亮眼的小鲜兽都难可惜 吴亦凡 终究是差点实力 太容易遭人 极度大家 看到了在高处的他栽了跟头自然 都想来看看射脑 这是人性 也是吴亦凡 现在的出境 不中的地步 不中的地步 不中的地步